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東西 就是關於Sika有份做的新節目 就是這個MM730男女自然觀察學會 今天是星期五 即是我正在錄音的時間 之前我也有跟網友提過 Sika將會有這個新節目 叫大家留意一下 剛才我看完新鮮滾熱辣 跟大家錄一集分享一下感想 其實我這樣算不算是打手呢? 應該也不算 我只是講講自己想講的 我想到我不是盲撐的 雖然我講過我會盲撐他 但我也不算盲撐 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完這個節目 其實現在Viu 我想他算是搞一個改革 因為他之前就有一個節目 就叫做囝囝女女730 之前看過一些報道 都說那個回響就一般 所以就搞改革 現在星期一至五 就會有這個MM730 有不同的節目放下去 逢星期五 就會有我喜歡的Sika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他這個節目是男女自然觀察學會 現在剛剛播了第一集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其實都是坐在那裡 吹一下水 你笑一下我 我笑一下你 輕輕鬆鬆 做了兩件事 大約就是 一人選了一張 代表自己的相片 掛出來 Alice 那張相片 其實跟他平時IG 那些相片差不多 都是靚靚女女 抱一隻貓 至於Win Win 那張相片 可能有型 還有一種 那些是不是叫做Hip-Hop的感覺 我不知道 至於Sika那張 就有趣 他做了自己 應該是身份證 那張相片 也是有趣 很有玩味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那張相片 不過有點懶惑 那張相片 那位叫做Marco Marco 他做了一張 很普通 藍色天空 藍色的 我想那件是爛衣的 一張相片 都很滑滑的 那就代表自己 那就不說了 他們那麼多個人 我覺得他們整個節目 都OK的 還有他們就是這一集 裡面 就定立了一些 他們這個節目的規則 我想應該是 就是不要說粗口 還有每次完了之後 就拍張相片 一個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拍張相片 這件事是好的 每次做完一集 都拍一張相片 我覺得這件事 都幾有Feel 有一種紀念價值的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是Alice看出來的 我覺得整個節目 氣氛和節奏都OK 不會悶 節奏都是明快的 還有他也有剪接下去 都還好 還有他有一段 Win Win 扮是回家 跟他媽媽那種互動 即Sika扮是他媽媽 我覺得做一下這些都還好 有些綜藝感 但是有些位置 這個節目 是會有少少尷尬的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那種尷尬 好像不知道怎麼接 可能大家還沒有那麼有默契 所以有些位置都還不知道怎麼接 但是整體來說 整個節目都還好的 可能第一集 他們都是剛剛開始合作 就是未太習慣 希望他們接下來會做得更加好 然後講一下造星4的女女 他們的一些表現 其他那些我就不講 沒什麼興趣講 主要都是講回造星4的女女 因為看開有感情 是不是講了Win Win先 Win Win我覺得是三個造星4的女生 表現得最好的 即是他很淡定 很自然 他做主持的時候 跟他造星4的時候 那個表現又很不同 感覺就沒有那麼反叛 因為他一直以來給我的感覺就是 嘩他好有型 他好有型 他好有反叛 又吵這個吵那個 連總決賽的時候 都在吵人 現在這次做主持就好像斯文一點 我也覺得原來他有這一面 我覺得處理得不錯 接著Alice 就是正常發揮 即是以往他可能做直播都有看 跟平時做直播的感覺差不多 就不會是差太遠 還是很正經 至於Sika 他 比起他當初 剛剛做Chill Club的時候 和上Kidling玩綜藝的時候 那時候他是很緊張 即是見到他的肩膀又縮起了 又好像沒有什麼說 但現在這次肩膀都沒有縮起了 都看到他比起之前相對沒有那麼緊張 當然 比起他自己在家做直播的時候 他還是沒有那麼放 希望主席繼續努力 然後兒子都沒有什麼好說 要是他們我就沒有什麼留意 但他們串來串去的互動都好看 還有家琪帶得很好 即是東西鋪得很好 那都OK 不過他有稿是不是 他有提過有稿 那些互動都是有趣的情況 關於這個節目 我想我的分享都應該差不多 我當然會每一個星期都會追 因為有Sika 這些都不用說 大家有興趣的網友 如果錯過了MM730 7時半的首播 可以上去Viu自己找回來看 不是很長的 二十多分鐘 他不足半個小時 二十多分鐘而已 那今天分享到這裏 關於這個節目都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男女自然觀察學會 講到這裏 那就要夠了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